台湾外食人口比例高 餐餐油膩重口味 将近半数成年人有肥胖困扰 引发三高危机 情况严重者还可能致命 高血糖 高血脂 高血压 它会导致我们这个心血管的疾病 可能会心肌梗塞 可能会有中风 那这些都是立马 立即 立即会影响我们生命的一些疾病 还有外表看起来先瘦 血脂肪 内脏脂肪却超标的族群 被称为泡芙人 一样有健康隐忧 营养师建议除了多运动 以饮食清淡取代高热量 还能补充含有棗核素的保健食品 那这个棗核素最重要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稳定我们的血脂 让血脂能够降下来 帮助我们体脂肪代谢 还有降低我们的内脏脂肪 那其实里面还有很多看完化的成分 像比如说茄红素 虾红素等等 这些其实都是有助于我们新陈代谢 其实你看我这样很瘦 我其实体重也不瘦 可是我后来去见钱才发现我体脂很高 我现在真的升行 可是我体脂居然有28 刚好有朋友就有推荐 就是他吃了一个就是累赘白白 这样的一个保健食品 因为我大概吃了之后 其实是真的就是有感觉 因为我后来又再去量了一次 就是体脂 就发现我数字就真的变正常 若无法摄取足够蔬菜水果 核藻抗糖化胶囊 富含膳食纤维能帮助顺畅 对于肥胖患者也能帮助稳定三高 为自己的健康多一份把关 三立新闻网综合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